大家好,欢迎来到匠人篮球的频道 在白晶一代系列的第三集 我们讲到了 Oneo离开胡人前往迈阿密 和闪电侠Wade组成搭档 在他们携手奋战的第一个赛季 就拿下了东区第一 以及进入分区决赛 而不仅仅是Wade 对于整个03T的球员来说 在度过了前两年的适应期之后 他们在05-06赛季正式起航 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巅峰 那么在本期白晶一代第四集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03T的主要球员们 在05-06赛季 给联盟带来更多冲击和影响的故事 场军31.4分排在得分榜单第三 21岁的LeBron James 占他的第三个赛季 达成了其职业生涯 最高的一次场军得分 在一年之后 詹姆斯就顺利拿下了得分王的头衔 但小皇帝在采访中也曾说过 我相信以我的能力 只要想拿得分王 我就可以拿 但我的目标 是成为一名全面性的球员 能够带队闯进季后赛 争夺总冠军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虽然詹姆斯年纪轻轻 但他的雄心壮志 已经透过在赛场上的表现 传达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只不过 骑士管理层却并没有给予LeBron太多的支持 球队的阵容在休赛期 并没有得到强而有力的更新 绝大部分还是靠詹姆斯一人 在场上包办一切 即便如此 LeBron依然将骑士带到了东区第四的位置 而在上一年闯入东区决赛之后 魏德在05-06赛季 以场均27.2分 5.7篮板 6.7助攻 和1.9超级的数据 成功躋身于全明星正选 而远在多伦多的Bush 也正式接下了卡德尔的火炬 成为了暴龙队的新队长 Bush全年可以贡献 22.5分 9.2篮板 2.6助攻 和1.1火锅 同时入选了全明星替补阵容 而和这三位好朋友相比 Melo的三年级生活并没有那么顺利 在All-Star的竞争中 高手如云的西部 在封线的位置上 有Duncan Garnett Gasso Novitsky Sean Marion等人 甜瓜立刻就被这几位老大哥给比了下去 再说说季后赛 Melo带队连续三年进入季后赛 但也连续三年首轮出局 尤其是Melo一进入季后赛 他的竞技状态和常规赛相比 就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一些体育媒体就曾发表文章表示 虽然对于Melo这个年轻人 这么说有些苛刻 但精快队连续三年的季后赛 一共只赢下两局 你作为球队核心 需要承担起责任 而对于热火队来说 大厦与O'Neal的加盟 以及Wid的潜力喷发 让他们在04-05赛季 时隔12年再次闯入东区决赛 而为了能够走出东部 热火在休赛期准备对球队 进行再一次的补强 尤其是O'Neal放弃了 下一年3000万美金的薪水 和热火重新签约了一份 5年1亿美金的长期合同 大鲨鱼的让步 使得热火队有了更加灵活的薪资空间 管理层也在休赛期 将各路门派的高手 一一照射会下 像是白巧克力Jason Williamson 三届全明星前锋Antoine Walker 以及手套Gary Payton 同时帕特莱利还劝说了 想要退役的Alonzo Morning 让他再战一年 虽然热火的阵容 光看名字的确星光翼翼 但阵容的平均年纪实在是太高了 排在全联盟第二 这也导致热火在新赛季开始 便遭遇了球员伤病 比赛输多赢少等尴尬的处境 而开局不佳的表现 让主教练Davin Gandy 在更衣室的时候 对球员们破口大骂 听着 如果你们在联盟里混了这么久 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那你们就不叫经验丰富 你们只是单纯的老而已 开局20场比赛 时胜时负 直到Oneo商欲付出之后 热火全队才开始慢慢回到正轨 而大文Gandy 因为家庭原因 暂别教练席 帕特莱利只好重新拿起教鞭 当年那个带领魔术强森 和天沟甲坝的男人 又重新回到了教练席的位置 莱利知道 这些球员们完全明白 该如何赢球 只需要鞭策一下 便能回到正轨 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严格的训练 并且加大训练量 有一句话说的好 只要没练死 那就往死里练 最终 在帕特莱利的带领下 老年热火天团 获得了41胜20负的战绩 在季后赛首轮以4比2击败公牛 顺利闯入东区半决赛 而热火在次轮所遭遇的对手 是拥有Wins Carter Jason Kidd和Richard Jefferson的纽泽系篮网队 虽然当年人气最高的三家马车 已经拼尽全力 但面对正处于上升期的Wade 和宝刀未老的O'Neal 篮网仅仅拿下了一局 就被热火以4比1的总比分带走 虽然O'Neal因为伤病和年纪的影响 在这一轮系列赛的数据 下滑至场均18.6分 7.2篮板 但越打越好的Wade 已经可以贡献场均27.6分 6篮板 6.6助攻 和2.4超截 Miami的媒体甚至给Wade封号为 热火队内最具杀伤力的球员 而跨越了公牛和篮网之后 热火距离走出东区 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 他们就是去年曾亲手 将自己淘汰出局的底特律活塞 作为一位曾多次捧背的教练 不略是在管理层 还是现在临时重回教练岗位 帕特莱利都希望 能够给Miami带来一座总冠军 他在每一次比赛前的喊话 演讲以及在训练时的严厉 都深深地影响到了球员们 像是O'Neal展开了10年来 最认真的一次减肥 Wade超越预期的进步 白巧克力减少了花哨动作 认真传球 Payton不再嘴炮 每场比赛都非常认真投入 热火战士们内心 对于冠军的渴望 被帕特莱利彻底激发了出来 在季后赛期间 他们脑海中只有一件事 就是赢下总冠军 但活塞在05-06赛季的常规赛期间 以64胜18负的战机 力压63胜19负的马刺 成为全联盟胜率最高的球队 尽管Bron教练不再是 底特率的主帅 但新教练很好地将球队 防守的DNA保留了下来 同时还增加了很多新的进攻套路 这也让上个赛季 进攻效率仅为联盟第17的活塞队 一跃成为联盟进攻效率 第4的球队 同时他们的防守效率位居全联盟第五 而活塞在常规赛与热火进行的 4场比赛中 赢下了其中的3场 不论是数据 过往的历史交锋记录 以及球员的年纪 底特利的球迷都能很自信地说 今年 迈阿密依旧会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尤其是活塞队的 Swan Wallace组合和大鲨鱼多次交手 如今的O'Neal 虽然依旧是超级中锋 但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恐怖了 活塞队在赛前信心满满 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想要将O'Neal搁浅 同时 活塞让Wade也打得非常难受 在G1的上半场出现了4次的犯规 导致出赛时间被限制 底特利可以说是成功应对了Wade和O'Neal 但他们忘记了 那些在休赛期 被热火管理层招揽过来的昔日巨星们 Walker Payden 白巧三人都可以攻陷接近15分 热火队成功接管了比赛 现在的迈阿密可以用重心觉醒来形容 他们一扫去年的阴霾 在G3和G4的两个主场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将总比分直接拉开到3比1 然而走向胜利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的 G5回到活塞的主场之后 底特利重将士将防守发挥到了极致 热火全队仅拿下了78分 败走澳门山公 而在G5结束之后 总比分被活塞改写为3比2 虽然热火队依然占有比分上的优势 可是大将Wade却突然遭遇了流感 闪电侠的症状非常严重 甚至一度到了脱水的地步 在G6的中场休息时间 Wade需要通过境外输液来补充水分 而一个人倒下会有一群人站起来 这就是当时的热火精神 O'Neal全场砍下28分16篮板无火锅 白巧克力全场12中时 砍下21分6助攻 上半场的Jason Williamson的命中率 甚至达到了100% 而通过中场时间 得到了适当休息的Wade 在回归之后贡献了10分 等到第三阶结束 Miami已经领先了19分 对手翻盘无望 热火完成复仇 登顶东区 而活塞这一只老牌竞驴 自1990年之后 在季后赛的道路上 经历过9次抢6大战 这是他们首次输球 而和前辈坏孩子军团 输了比赛直接走人相比 这一代的活塞人 则向热火表示了祝贺和佩服 他们采访的时候说 Miami是表现更好的那一方 他们值得胜利 还有 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病脱水 只能得14分 但他竟然还能送出 14助攻的时候 你真的无能为力 而在不久之后的夏天 那只缔造了传奇的活塞舞虎 因为Ben Wallace的离开正式划下了句点 而热火虽然对时首次 捧起东区冠军奖杯 但O'Neal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并没有显得特别兴奋 大鲨鱼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我希望可以兑现 我当初来到Miami的时候 所做的承诺 而因为是稍早结束比赛的那一方 已经确认进入总决赛的Miami热火 正在等待着他们的最终对手 而在西区总决赛 两位外籍球星Steve Nash和Dirk Nowitzki 带领着各自的太阳和小牛队 争夺代表西区的名额 凤凰城主力中锋Stardmeier 因为伤病缺席了记号赛 太阳队依靠着Dio的出色发挥 和小牛队顽强抗争了六场 但最终仍然不抵达拉斯 因此2006年的NBA总决赛 将会在热火与小牛 这两支球队之间诞生 这也是他们两支球队 队时首次闯入总决赛 也就是说 不管谁是最后的冠军 联盟都将在2006年 迎来一位新王 而NBA上一次出现 冠军赛初体验的球队 还要追溯到1971年的 巴尔蒂摩子弹队 那么热火与小牛的 首次顶峰对决 将会在下集 白金系列第五集 为各位送上 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冠军之战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